我是AirBuggy的Jacky J小編 那今天呢 這支影片 然後我們要回答 我們在FP上面有客人問我們的問題 他想要詢問就是說 AirBuggy的推測啊 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直接把新生兒放上去 還是建議使用新生兒的器座提供呢 那針對這個問題 J小編在這邊 做一個無需解答的部分 那其實AirBuggy啊 自從在2017年之後 他就開始在 有新生兒系列的產品 那只要是新生兒系列的 不管是Premium 或是CocoBreaking 那它的設計就是 讓我們從新生兒開始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那只不過就是 我們的這一個 飛車 它是要讓我們從新生兒開始 然後一路的就是做到 可能4歲啊 然後16到20公斤 的一個小朋友來去設計 所以裡面的空間 它也比較大 那新生兒剛生出來的時候 比較小 所以當他今天 睡在這樣大的空間的時候 他也比較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會建議 要加一個頭枕啊 加個坐墊啊 或是左右兩邊 塞個小被被啊 讓他有被包覆的感覺 那他這樣會比較有安全感 那再來 其實我們 如果說你今天常開車 而且就是你常常會在公共場所 汽車 甚至是在家裡面 四處的去移動的這種需求 那我們會比較建議 你可以接一個 新生兒的氣座提籃 然後來去做一個使用 因為新生兒的氣座提籃 它其實是在模擬 媽媽肚子裡面的一個包覆性 那再來 它接在我們的推車上的時候 它的高度會是在75公分高 跟餐桌一樣高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推行它的時候 如果說聽到了外面的 汽車聲喇叭聲 它開始緊張 嚇到了 你就可以究竟的去安補它 它會感覺到 爸爸跟媽媽在它的前面 那所以相對 它會有比較好的安全感 然後同時呢 它又可以搭配 Baby Travel System 寶貝旅行系統 連結家裡面 汽車跟公共場所 然後來去做一個使用 所以說 如果說你今天呢 使用汽車的機會很高 而且你也常常就是 會透過提籃 然後要帶著你家的小孩 進餐廳啊 到公共場所啊 四處的去移動 那你又希望它能夠有一個 好的安全感 在你帶小孩的初期 讓他比較能夠穩定 睡得比較多 比較久 那你也希望他未來 可能就是有了好的一個安全感 之後 進入探索期這個階段 會比較有那種 冒險泛濫的精神 比較有獨立之主的精神 那當然 汽車提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說 您想要了解 汽車提籃啊 跟寶貝旅行系 它的一個可以做方式 那你可以看我們在 結束的時候 我們的左手邊 會有一個 會有就是 寶貝旅行系統的概念 還有就是 汽車提籃怎麼樣去跟我們的 推車做一個連結的一個影片 我們就會附在旁邊這邊 那你們到時候可以再 分別的去點選 去了解它的真實使用喔 那所以 結局就是 如果說 您今天是經濟的爸爸媽媽 那你就直接用推車 然後放心生兒就好 如果說 今天您是有常開車 而且你覺得 汽車提籃在我的說明之下 你覺得很必要的爸爸媽媽媽 你就可以加購一個 汽車提籃然後來連結做使用 謝謝你 希望有解答到你的問題喔 掰掰